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黎敏 Coco 和老公Bruce Rockowitz 欧阳靖 MC Jane 及庄思明等 昨晚到中环出席香槟派对 史源在10名工作人员保护下到场 虽事前蒋明不受访 并亮相近30秒 但他仍保持亲民作风 挥手兼笑容挂面 Coco 与老公拍拖到场 现年43岁的Coco 自暴早前接受了IVF 人工受孕 疗程 去抽取卵子 他直言过程都极辛苦 因本身很精打针 但又要自己打 原本打10至14日 但因期间没有反应 所以足足打了三个星期 多过其他人 不过最后也成功抽出一粒卵子 打针真的很恐怖 那可真是觉得女人不易做 为何有这个念头 因为全家最细是我 两个家姐已错过了机会 觉得自己是时候 Coco 表示稍后还要抽多几次 不过今次抽到一粒 下次便有进步空间 会再容易些 其实今次有小小后悔 可以再年轻一点去抽 因见有的人五十几岁还能生 就以为自己有很多时间 原来超过35岁卵子就没那么好 超过43岁又再难一点 今次自己又上了一课 问到老公如何稀烦你 他笑言 好似吴 哈哈 Coco 希望今年或明年能将受精卵放回体内 想生两个 有就是天赐的礼物 吴都不要紧 这是天意 现实会停工几个月 寻唱也会暂停 李敏自扎真胖二胎 停工做人韩恐怖43岁李敏 2011年10月嫁给富商Bruce 也瞬间成两个女儿的寄木 他曾透露以前会想要 小孩 现在觉得有或没有都没关系 只要开心就好 没想到现在想要了 昨晚他和Bruce现身香港中环香槟派对 自报日前去纽约接受人工受孕疗程 最快今年当妈妈 他在活动上透露 过程很辛苦 要自己打针 很恐怖 其中一次要打三针 真好粗插进去 我以为自己做不到 但对自己讲You have to do it 原本疗程是10至14日 但期间因为没反应 所以要打三星期 超过其他人 目前抽到一粒卵子 要再做多几次 下次会容易一些 女人真是不容易 问脑预计何时怀孕 他说 希望今年或明年放 受精卵 进去 希望可以生两个 任何都是甜次的礼物 没有也无所谓 聊程中Bruce因工作未陪同 由家人陪伴 他表示暂时会停工几个月 杨宗伟爱哄史上最烂演唱会 六大罪状被公开从台湾选秀节目《星光大道》发季的杨宗伟上周六在美国纽约举行演唱会 却被在场观众投诉他六大罪状 离谱行径也在微博被骂翻 遭许多人怒骂史上最烂演唱会 觉得他耍大牌 甚至在微博自制杨宗伟 纽约不欢迎你并在他图片上画X 杨宗伟原定7点开唱 延迟了快2小时才上台 从头到尾也没有解释道歉 中间离场21分钟也只是换了上衣 一小时半的演唱会只唱7首歌 让买着票价1万多台币的观众难掩怒气 该名网友自制表格 著名时间表示 杨宗伟第一次下台是9点19分 下台21分钟 于9点40分上台又再唱二首歌 过了一下子 他再度上台 唱二首歌结束 一句话都没说 此时10点24分 长灯全亮 观众喊安壳也没用 已有工作人员出来打扫 此时全场观众高喊退票 主办方事后在微博说明道歉 指出未告知观众确切流程 以及杨宗伟工作人员签证出现问题 同时解释杨宗伟准备了四套服装 演唱途中也有下台跟观众握手互动 其实杨宗伟早在3月11日就于微博预告 主办方因为工作人员签证问题卡关 有可能去不成 关于24分之三美国纽约演唱会 还是要请大家先观望一下 因为主办方在处理工作人员的签证方面 O2 似乎还存在着风险与不定 包含我的化妆师 早先观众已经发博告知大家他的签证来不及下来 无法成行 所以如果其他工作人员的签证无法下来 我一个人也是不会去美国的敏孝林拍广告 太阳当兵被同袍制服压倒地上 韩国男团Big Bang成员T O P G Dragon GD 太阳与大声先后入伍 粉丝当然望穿秋水 只好透过军方发布的集体照片中 寻找偶像的蛛丝马迹 例如本月12日开始服役的太阳 近日在江源道铁园郡的青星部队新兵训练营接受基础军事训练 从照片可见太阳被其他士兵制服并压倒地上 粉丝看吧 岂会不心疼 至于太阳的新婚妻子敏孝林亦非显着 最近以化妆品牌代言人身份拍摄新一级宣传照 感觉清爽自然 散发春日气息Sweet道呢 孙一珍托时丁凯寅为新剧放闪 韩片德慧翁主36岁影后孙一珍或拍韩剧 当你沉睡时29岁男星丁凯寅 和言有线台JTBC新剧经常请食饭的漂亮写节 将于本周五首播 今日二人出席新剧记者会 为了配合子弟恋剧情和肇实实质紧扣 回答记者提问亦不时对望田笑 又互相赞美宋高茂 如此公然放闪 且看首播收拾能否 创家记敏孝林拍广告 太阳当兵被铜袍制服压倒地上 韩国男团Big Bang成员TOPG Dragon GD 太阳与大声先后入伍 粉丝当然望穿秋水 只好透过军方发布的集体照片中 寻找偶像的蛛丝马迹 例如本月12日开始服役的太阳 近日在江源道铁园郡的青星部队新兵训练营接受基础军事训练 从照片可见太阳被其他士兵制服并压倒地上 粉丝看吧 岂会不心疼 至于太阳的新婚妻子敏孝林亦飞显着 最近以化妆品牌代言人身份拍摄新一级宣传照 感觉清爽自然 散发春日气息Sweet到呢 孙一珍托时丁凯寅为新剧放闪 韩片得慧翁主36岁影后孙一珍或拍韩剧当你尘世时 29岁男星丁凯寅和言有限台 JTBC新剧经常请食饭的漂亮写节 将于本周五首播 今日二人出席新剧记者会 为了配合子弟恋剧情 和肇时实质紧扣 回答记者提问亦不实对望田笑 又互相赞美 宋高茂 如此公然放闪 且探首播收视能否 创家记敏孝林拍广告 太阳当兵被铜袍制服压倒地上 韩国男团Big Bang成员T、O、P、G、Dragon、GD 太阳与大声先后入伍 粉丝当然望穿秋水 只好透过军方发布的集体照片中 寻找偶像的蛛丝马迹 例如本月12日开始服役的太阳 近日在江源道铁园郡的青星部队新兵训练营 接受基础军事训练 从照片可见太阳被其他士兵制服并压倒地上 粉丝看吧 岂会不心疼 至于太阳的新婚妻子敏孝林亦飞显着 最近以化妆品牌代言人身份拍摄新一级宣传照 感觉清爽自然 散发春日气息 Sweet到呢 孙一珍托时丁凯寅为新剧放闪 韩片得慧翁主36岁影后孙一珍或 拍韩剧当你尘世时 29岁男星丁凯寅 和言有线台JTBC新剧经常请示范的漂亮写节 将于本周五首播 今日二人出席新剧记者会 为了配合子弟恋剧情 和肇时实质紧扣 回答记者提问 亦不实对望田笑 又互相赞美 宋高茂 如此公然放闪 且看首播收视能否 创家记敏孝林拍广告 太阳当兵被铜袍制服压倒地上 韩国男团Big Bang成员T O P G Dragon GD 太阳与大声先后入伍 粉丝当然望穿秋水 只好透过军方发布的集体照片中 寻找偶像的蛛丝马迹 例如本月12日开始服役的太阳 近日在江源道铁园郡的青青部队新兵训练营 接受基础军事训练 从照片可见太阳被其他士兵制服并压倒地上 粉丝看吧 岂会不心疼 至于太阳的新婚妻子敏孝林 亦非显着 最近以化妆品牌代言人身份拍摄新一级宣传照 感觉清爽自然 散发春日气息 Sweet到呢 孙艺珍托时丁凯寅为新剧放闪 韩片得慧翁主 36岁影后孙艺珍或 拍韩剧当你沉睡时 29岁男星丁凯寅 和颜有线台 JTBC新剧经常请食饭的漂亮写节 将于本周五首播 今日二人出席新剧记者会 为了配合子弟恋剧情 和赵石实质紧扣 回答记者提问 亦不实对望田笑 又互相赞美 宋高茂 如此公然放闪 且看首播收拾能否 创家记